看电影学姿势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被冰冻了四万年的人被复活的故事 男主谢波德一行考察队前往北极十七区探险 他们不仅在这里发现大量有考古意义的东西 还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冰块 冰块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人们把这个东西带回了实验基地 并用激光切开了冰块 最后大家发现原来里面并不是什么 萌马像而是一个人类 大家被这个发现惊到了 研究员把冰人融化 想从他身上得到些有价值的东西 研究者检查了冰人的身体 发现冰人的脑部和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很健康 于是他们决定给冰人换血 以此来研究可以冰冻住人 延长寿命杀死病毒的方法 冰人醒来后发现自己被困住充满了疯狠于不解 由于谢波德落在胡上 加上蓬松的头发样子即向冰人 因此冰人很快就接受他 一开始冰人还可以和男主很好的相处 发现男主不时地从他身上去组织研究时 冰人差点打算杀死他 但最后并没有这么做 可能是被男主感动了吧 第一次看到飞机之后 冰人就一直在想着准备什么东西 男主查阅了资料之后明白 原来他说的是一种梦行的仪式 当初他打算牺牲自己给族人换取食物 没想到被意外冰冻了四万年 切不得决定帮冰人完成最后一行梦行 把他带到了曾经那个山洞 当冰人看到飞机时嘴里大喊着比他 抓着飞机的杆子飞到天上使他放手了 用自己的心声换回了族人生的希望 本期介绍的是由尊龙主演的科幻片 冰人四万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类进化的真的很慢 看了我的视频你就是我的人啦 我们评论区见